柯南以侦探徽章告诉侦探少年队的成员他的位置 他叫布美向右移动四个单位 光燕向左移动八个单位 元太向右移动十一个单位 徽元向左移动十个单位 则侦探少年队的成员可以全部与柯南集合在一起 若柯南所在的位置坐标为负五 则其他成员原来位置的坐标所代表的数目字 他全部加起来是多少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位置关系 柯南是在负五这个地方 布美在哪里呢 布美向右移动四个单位 向右移动 所以布美就在柯南的左边 这是布美 向右移动四个单位 那么布美是在柯南的左手边 负五减四会等于负九 光燕要向左移动八个单位 他在柯南的右边 他在柯南的右边 这是光燕 所以他才要向左移动 光燕在柯南的右手边 所以光燕的位置 是负五是负五加八会是三 元太向右移动十一个单位 元太向右 这里是向右 元太 那么负五减十一个单位 再来是灰元 再来是灰元 灰元是向左移动十个单位 向左移动十个单位 所以灰元是在柯南的右手边 灰元呢 就会是负五加十 就会是五 原来位置的坐标所代表的数 加起来 负九加三 减十六加五 减的部分是负的二十五 加的部分是加八 所以答案就会是负的十七